看一下我的小房子 还不错吧 我现在要出门了 这个钥匙真的是 有点意思 差不多了吧 翻锁了 有什么沙窗 我就住在 桥下边 这边有一条河 就这么一个小房子里头 这条河现在因为是冬季的原因 没什么水 夏天的话我估计风景好看了 在院子里就可以钓鱼啊 来看一下 硕果累累的橘子树 真的 挂满了 全是橘子 随便摘 现在不吃了 昨天晚上吃了好多 还不错吧 我现在准备要出门 先去搭个车 20公里 这天气有点意思了 蓝天白云下点雨 刚下的我就站在这个屋檐下躲雨 车快来了 就这辆吧 962AFP 就这个就这个 上车上车 他们这边这个车真很有意思 左舵的也有 右舵的也有 在前面吧 OK Hi How are you? Yes I'm Lee Yes Let's go 用的是Bot这个软件 还是很不错的 Humistavi Prometern Yes Yes 20km 我要去的就是这里 普罗米修斯融洞 居然还有门票 68块钱 不过还好了 因为我到这个哥鲁吉亚来呢 好像还没怎么买过门票 这城市还不错 一个非常小的城市 昨天晚上过来的 下午回来的时候 有空转一转 今天天气也不错 无非就是 有太阳 有白云 有蓝天 还有雨 他们这边的车 基本上都是油电混合的 都是 就这款日本车 非常火 听说 新车落地过来 就6000美元 就搞定了 所以说 Bot基本上都是 这种车 哇 这个景色好漂亮啊 18块4 OK Keep the change Thank you 这个小哥问我需不要等 我说不需要等了 等的话不知道一两个小时以后呢 怎么算费呢 那边是卖蜂蜜和水果的 这里就是景区的停车场了 这是格鲁吉亚的一些旅游景点 公园什么的 哪个区域 我下一次呢 就要去这个区域啊 这段时间呢 一直是在这里头玩 好 还想去Borjomi这边 慢慢走 不着急 好 这是游客中心 应该就是从那儿开始参观的 我先来买个票 哇 这个天真的是好漂亮啊 看一下 对呀 and the small large small large ok this is 10 ok ok 好了 在卖票 就是一个人啊 是23块钱的门票 但是呢 但是呢 outside and right you can go ok ok you will come 对 这是门票是一个人23 然后我又买了一个坐船的 就是 是17块2毛5 总共也就是花了大概40块钱吧 这个硬币真的是 这是售票处 哦 这是洞穴的一个地图吗 好的 走了 应该是从这儿进去的 应该就是这里了 入口 我刚看到啊 嗯 One moment great open ok 高五霜 OK OK 它让我快一点是啥意思 哦 好了 从这个台阶走下来 大概落差有个二三十米吧 这里就是溶洞的入口了 Cave 我也去过好几个溶洞啊 就是湖南的那个什么黄龙洞 还有哪儿我忘了 去了几个 现在应该没什么好看的 估计到里边 因为我看的照片里边蛮漂亮的 各种中路石什么的 怎么没人呢 刚才我还看到有几个游客进来了呢 估计在前边呢 该滴水的呢 估计在滴上个 千把一年 千万年都不算了 上一年了 就可以形成 中路石 这个灯光为什么搞得这么摇烟 听到有人的声音了 我在哪里 我也没搞懂 跟着走吧 我要去坐船 这里头还可以坐船呢 哦 终于来到大一点的地方了 这个中午石有点小啊 这里的温度舒服 他说恒温在十几度 毕竟是弟弟嘛 我已经跟上了其他游客了 我还是跟着走吧 跟着混 全世界的这个中午石 都差不多 都是这样子 就怎么跟 红薯一样的 看在什么 像这一根随便都是 几千万年形成的 这个洞穴总共长度 说是有11公里 但是供我们游客参观的 就1.5公里左右 小心一点啊 现在跟上大部队 这个洞还蛮深的 走了一阵子了 在这个地底下 走一点几公里 确实感觉蛮远的 在陆地上啊 觉得没什么 走了半天了 反正哪都 不太亮 黑不冬冬的 很多人就说 哎呀 这个跟普罗米修斯 有什么关系 是不是 你们猜对了 没什么关系 就是 有一帮的人 发现个商机 他们注册了一个普罗米修斯 行业协会 然后呢 只要是个景点 只要加入他们协会 每年交上2400块钱会费 你也可以搞一个普罗米修斯的商标 对吧 普罗米修斯的澡堂子 普罗米修斯的溶洞 普罗米修斯的咖啡馆 是吧 只要2400哦 不然的话 小心人家告你 一告一个准 这就是碳酸盖 然后 继续往前走 注意 便跟各位分享一下 跟大家聊聊天 评论这个普罗米修斯 是哪个单位的 就是大家都知道 雅典娜啊宙斯啊 弗罗米修斯其实也蛮出名的 因为前面有一个电影 就是讲弗罗米修斯 其实呢他就是跟雅典娜 合起伙 然后造人 这个不是说是雅典娜 跟他是夫妻关系 是他两个呢一起 用什么粘土 雕塑出了人类 就这么一个 最后呢不是人类 在这个地球上生活吗 但是呢那个时候宙斯 就是不太 不太愿意让人类发展 就是他不愿意让人类使用火种 于是乎呢 弗罗米修斯就干了一件 对人类非常有意义的事 就是他呢从这个奥林匹斯山上 盗取了火种 来到了人间呢 给人类讲如何使用火 就这么一个故事 最后呢宙斯发现 哇你这样子搞 就把他给抓起来了 然后呢 关在哪里呢 关就就是把他 就是绑在了这个 高枷锁山脉的一个山峰上 然后让这个老鹰 每天来啄他的肝 最后呢又让他的肝 赶紧的自己生长 就这么一个天天受尽了痛苦 最后呢他是在 一个神的这个帮助下 反正把他释放出来了 那个神的名字我忘了 我也不知道 这个还蛮好看的 拍个照 最后呢好像都是 他自由以后呢 他身上好像还是绑了一块 这个就是高枷锁山脉的石头 现在是捡票 坐船的票 在地底下坐船船 注意事项 好了 到了这个地底下的一个小码头 看看啊 这不是发救生衣吗 发安全帽 OK OK 原来这个好低啊 出发了 出发了 哦 还真的是必须要安全帽啊 不然的话容易撞到头 哎这个还是蛮不错的 这地底下 地下河水啊 外面在下雨呢 这个河水不会枯齿一下子 长上来吧 哇那边黑龙龙的 好漂亮啊 好漂亮啊 好漂亮 哎可以可以可以 这17块钱没白花 哎呀 哎呀 这个地底下啊 真的是很神奇 我就在想 谁发现了呢 就是 最开始的时候 谁没事干 跑到这儿来 这边更好看一点 看来 这边更好看一点 看来 这边更好看一点 看来 哎呦 这底下居然真的是 哇 这个好清澈啊 这个水 我先拍一下 这个水 我感觉好清啊 这个水 我感觉好清啊 哦 有点热 这个 这个坐船 其实是把我们送出来 就省着大家再走回去了 哦 那真的是世外桃园啊 哇 重见天日了 来来来 来来 开船直接回 Kotaeshi 就我们几个人 哦 天真的漂亮 蓝天 好喜欢 哎呀 这是哪里啊 把人家的安全帽还给人家 真的是一定要戴帽子 这是我的巧克力袋子 我在这底下 边溜达 便吃巧克力 OK Thank you Bye Thank you 穿F 好了 这个视频呢 到这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喜欢我的 环球旅行纪录片 点个赞 因为我们是坐船出来的 所以说 会跟这个 入口那儿有一定的距离 现在坐这个景区的百度巴士 准备到景区入口 然后我在想办法 看能不能搞上一个顺风车 回到北大一起 就这样子了 Bye Bye